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這次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任何的知識 這次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賠錢的故事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分享關於賠錢的故事呢 這要先提到台股 台股最近上了一萬八千點 是歷史的高分 然後我在滑低卡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每個人都在分享自己賺錢成功的策略 那到底誰會賠錢 那就算有少數幾個賠錢的 他們也通常被噴得一無四處 每個人都在說 台股那麼高你怎麼會賠錢 你是不是很有錢所以你才可以賠那麼多 為什麼 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因為本來市場就是這樣 有人賺錢就一定有人賠錢 不然錢從哪裡來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只care說 賺錢就開始說我想追蹤你的IG 那為什麼賠錢就要賠噴 重點是很多人一進去 市場是賠錢的不是賺錢的喔 好但沒有人願意講這一塊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賠錢的故事 那這個我就先從我接觸股票開始講起好了 我接觸股票到現在大概三四年 我從大三左右開始接觸股票了 當時呢比較窮嘛 大家知道學生 學生通常不會有太多錢去操作股票 所以那時候我就打工 存下來的二十萬 丟在裡面進去做股票的操作 但那時候我買股票比較是以金融股 還有一些殖利率比較高 然後又穩定的股票為主 就是我想說存個股 反正不管怎樣存都一定會比營養利率高嘛 所以我就去存那種股 從我接觸股票到我後來 目前出社會 目前實習嘛 大概到這個階段 我都是以存股為主 想說反正不管怎樣殖利率比較高 然後呢 就到了我現在實習 那大家應該都不知道 就是實習教師 它這半年是都沒有薪水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薪水 你可能只能去外面打工 接家教 或是去跑跑外送 來cover掉你實習的生活費 但是我想說 嗯 實習 不就是拿來專研教學 讀書 考教證用的嗎 那如果 我都把這些時間拿去做家教什麼的 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就開始思考說 我是不是應該靠股票 來我翻一下身 有一次那時候 股票在飆漲期 真的是飆漲期 那是不是萬四到萬七 就一萬四到一萬七 大概就在今年四 漲得非常的快 然後中間什麼 面板王啦 台積電啊 什麼都很有名 反正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 也可以跟上吧 這一波潮流 那我就開始 認真的專研股票 同時我也開了當充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廣告 然後我就想寫說 五本當充 然後呢 對於我這種沒有什麼本機的人來講 五本當充 那根本就是四個大的 砰砰砰砰砰 打在我臉上 說 哇 五本耶 多適合我啊 聽起來好猛 所以我就去開了當充 相信很多對於五本當充 有些人都跟我一樣 你就可以去網路上看各種的影片 各種的教學 然後看完後 你就覺得說 哇 我一定可以按照它上面講的一樣 進行操作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過上 財富自由 現在非常的爽啊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股票 然後突然說 我還真的按照它上面講的賺到錢 舒服 非常的舒服 但是賺到錢 就是一樣跟人一樣嘛 少年得志大不幸 因為當你賺到錢的時候 你甚至連自己賺到錢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你都不知道 然後就可能 就是正好運氣好 因為講的就是要嘛賺要嘛賠 對不對 那少年得志大不幸 就想說你賺得吃早會賠出去 很快 我就賠了 我還記得我是三月底開當中 那我第一個禮拜就小操作 那時候我就是大概賺幾千塊 小賺大概兩三千 接下來呢 就一路到了第二週 就四月的第一週呢 那時候我一週就賺兩萬多塊 我那時候想說 哇我根本是巴菲特吧 我隨便操作就有兩萬塊 我之後 我就要成為一個專責操盤手 很多操作股票一定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我當個專責操盤手 我明天早上起來 開盤 我掛完我的單之後 然後賺錢 睡覺 然後接下來睡覺起來之後 下午玩個手機 然後晚上看一下盤 舒服 平常要在家耍費什麼都OK 非常愜意的生活啊 這就是我當初的夢想 我想說 哇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專責操盤手 結果到第二週 我就被狠狠的打臉了 就是我們的標題寫的 十分鐘賺兩萬 我還記得那天是四月十三號 然後所以我去把那個績效組結出來 那天我操作當充 那我玩的是一支要點續的股票 那天呢 我看它的開盤一瞬間 第一支也打下去 我想說 喔要跌了 這個欠跌啊 所以我就給它賣空 如果你沒有接觸股票 可能不知道 那股票有多跟空 買多就是你認為說它會漲就買多嘛 那買空就是說 你覺得它會跌 你就買空 那我就是買空想要一下去 真的是欠買 我那時候真的是這樣想 然後呢我就買空嘛 然後既然它在那邊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就要盤整 就是還沒有表態 就說要下去要下去 結果沒有 它沒有下去 反而一瞬間一根上去 我那時候整個實驗嚇到 哇完蛋我要停損了 結果來不及停 真的它一瞬間從綠的翻紅了 然後我就一直掛掛掛掛掛掛掛 一路掛上去 它真的是一根直接上去 沒有給我機會的 然後等我掛到時候 已經一支賠了六七千塊 然後我總共大開了三張 我就賠兩萬塊 就是直接把我們賺的全部賠出去 唉 然後呢我也不是不想停損 但真的是停不到 完全停不到 而且你為什麼怕它會不會一瞬間又漲停呢 反正這就是我賠成的故事啊 就是我操作那支股票 想停也停不了 停損完全停不下來 我很想停損喔 但我停不掉 很淒慘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天的心情好 那天通常賠錢心情一定會很差 最主要是那天我心情更差 因為你那十分鐘根本就是 非常煎熬啊 如果你是有心臟病的朋友 非常不推薦你玩當衝 因為這是很容易造成心肌梗塞 你就心臟無力 壓力非常的大 對這都是會出現的狀況 然後很多人玩當衝 玩到脫褲子 破產 或是說 迴約交課 這邊是 這半流月來的 五月交課金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天都是幾百萬 幾千萬這樣跳的 非常的多啊 尤其是五月的時候更多 如果你可以去查新聞 就可以看到 因為股票當初一個罐頭下來 直接跳樓 股票跳樓 他人也跳樓 因為壓力太大 你瞬間賠個幾千萬都有 但是完全沒有衡量好自身的實力 還有財力 他們就去碰那支股票 他們就去買了那個股票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必賺 但是我們真的是 為私勝先失敗 你一定要先想好 你自己失敗 會不會怎樣 再去碰股票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都 承擔不起那個後果的話 那你就乾脆就不要去碰了 你還是怪會賺點錢吧 想好你為什麼要買進這個股票 想好為什麼你去碰它 調適好你自己的心態 最後還是要對你自己有足夠的了解 不然就可能會跟我們剛才講到 那些違約交課的人一樣 賠了一個你無法還金的債務 從此就變成信用破產 那信用破產之後 連借錢都做不到 你之後要買房買車什麼就很難了 人生就從此變得黑白色 這就是我一點點 過來人的心得跟大家做分享啊 那如果你是影片看到這邊的 我也希望你都是大賺小賠 做好自己平純心態 想清楚為什麼買進這支股票 對自己有清楚的認知 以上三點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好嗎? 那今天的股票賠錢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